我马上打开了微信 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你为什么去英国了? 我一直没收到依依的回复 十天后 我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爱你 问答 第一部分 我马上打开了微信 微信呢? 微信 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你为什么去英国了? 微信 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你为什么去英国了? 我马上打开 Tinder 还是微信? 微信 我马上打开了微信 我没打开Tinder 我很慢的打开微信 还是马上打开微信 马上 我马上打开微信 我给他打电话了 对吗? 我没给他打电话 我给他发信息了 我给Machel Obama发信息了 对吗? 不对 我没给Machel Obama发信息 我给伊伊发信息了 我给伊伊发信息了 还是打电话了? 发信息了 我没给伊伊打电话 我给伊伊发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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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还是我给他发了很多信息 一条信息 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不是两条信息 不是三条信息 也不是四条信息 是一条 我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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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什么 我问他什么 我问他 你为什么去英国了 第二部分 我一直没收到依依的回复 没有 没收到依依的回复 我收到依依的回复了吗 收到了吧 还是没收到 没有 我没收到依依的回复 我一直没收到依依的回复 很长时间以后 我收到了依依的回复 对吗 不对 很长时间以后 我也没收到依依的回复 我一直没收到依依的回复 对吗 不对 我一直没收到依依的回复 第三部分 十天后 我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爱你 十天后 我又给他发了信息 对不对 对 十天后 我又给他发了信息 十天后 我又给他发了几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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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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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我说什么 我说什么 我说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爱你 我说 我去打你 对吗 打你 不对 我没说 我去打你 我说 我去找你 我说 我爱你 对吗 对 我给依依发信息 我说 我爱你 十天后 十天以后 我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爱你 对不对 对 十天后 我又给他发了一条信息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爱你 第四部分 总结 总结 你好 我是浅浅 不是 Bruno Mars 我 三十岁 我 不是女的 我是男的 我喜欢 喝咖啡 不喜欢喝水 以前 我每天喝十杯咖啡 但是 现在 我不能喝咖啡了 因为 现在 我一喝咖啡就吐 去年 我认识了 依依 从 去年开始 我每天 喝十杯咖啡 我早上 上午 下午 晚上 都喝咖啡 早上 一杯 上午 两杯 下午 三杯 晚上 四杯 但是 我从来 不喝啤酒 有一天 下午 我去跑步 我跑了 很长时间 一共 跑了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以后 我觉得 太渴了 我想 拿一点 喝的 我 边跑步 边找喝的 中国 有很多商店 但是 现在 我的 附近 一个商店 也没有 两个小时 以后 我终于 看到了 一个 咖啡厅 上面 没写着 Amber 咖啡厅 也没写着 一一 游戏厅 上面写着 一一 咖啡厅 咖啡厅看着 很大 我马上 走了进去 咖啡厅里 没有人 一个人也没有 我问 你好 请问 有人吗 但是 没有人回答 我又问了一次 你好 请问 有人吗 还是没有人回答 我问了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二十次 我问了 二十次以后 终于有人回答了 那 是一个女生的声音 一个女生跑了出来 她跑得特别快 她边跑 边说 有人 有人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刚才在卫生间 我很惊讶地看着她 她又说了一遍 我刚才在卫生间 没听到 随便坐 随便坐 请问 你要喝点什么 那个时候 已经很晚了 已经晚上 十点了 但是 我点了 一杯咖啡 在咖啡厅里 我没跳舞 也没打电话 我喝咖啡了 我也跑步了 我边喝咖啡 边跑步 边喝咖啡 边跑步 我跑步的时候 她唱歌 唱歌 依依她唱歌唱得很好听 还是很难听 很难听 她唱歌唱得不好听 两个小时以后 我的咖啡喝完了 没有了 然后 我跑回了家 是跑回了家 不是爬回了家 咖啡厅 离我家 不近 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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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跑了很长时间 我跑了五个小时 才到家 我到家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我到家的时候 已经凌晨五点了 我到了家 就去睡觉了 但是 躺在床上 我一直在想着她 睡不着 我觉得 她是个很有趣的人 第二天下午 我又去跑步了 跑了五个小时以后 我又去了这个咖啡厅 这里 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我又问 你好 请问有人吗 这一次 她还是回答的 很慢 我问了十九次 你好 请问有人吗 你好 请问有人吗 她才出来 她拿着一瓶啤酒 那天 我喝咖啡的时候 没跑步 我想和她聊天 聊天以后 我知道了 她叫依依 她每天喝八瓶啤酒 但是 从来不喝咖啡 这让我很惊讶 我问她 为什么从来不喝咖啡 她的回答也让我很惊讶 她说 这里的咖啡不好喝 依依咖啡厅的生意不好 为了帮她 我每天都去那里喝十杯咖啡 她却一杯咖啡也不喝 现在 我一喝咖啡就吐 有一天 在依依咖啡厅喝咖啡的时候 我吐了 看到 我吐了 依依也吐了 我再也不能喝咖啡了 依依咖啡厅再也没有客人了 十天后 我路过依依咖啡厅的时候 看到门上写着 老板坐飞机去英国了 我马上打开微信 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你为什么去英国了 我一直没收到依依的回复 好像还有 十天后 我又给她发了一条信息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爱你